各位立法院的同事大家好 我想關於這一條 如果不是投下結婚登記 而去投其他的話 會造成的各種問題 從縣政乃至於到第一線護政機關 發生的各種問題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我就不在這邊再贅述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回來 救婚姻論婚姻 那在這邊 其實我是希望所有國民黨的委員 再次思考 因為這個是重中之重 也是展現台灣 在一些進步的價值上面 有機會是跨黨派 可以有共識的可能性 而我覺得 我知道賴委員 自己的版本 應該也不是你辦公室寫的 有特定的團體 我覺得你說得也辛苦坐下 每條都要替他們背書 每條都要替他們講 我認為我知道這些事情 有很多外面的遊說團體 到處去找沒有人願意幫他提 最後扛下來提的 當然啦 我只是希望 每一個國民黨的委員 乃至於現在民進黨的委員投不下去的 大家再重新思考 每一個人上來念的這個發言稿 其實你的助理到底支持什麼 他可能被迫一定得寫點東西給你念 可是大家在立法院很清楚 支持婚姻平權 幾乎是跨黨派的助理都支持 幾乎是你可以好好的 你現在把你的稿子放旁邊 別人給你的案子也放旁邊 然後平心靜氣想一下 那個傳個訊息給自己的助理群組問一下 尤其是年輕人 就像剛剛許鈺仁委員說的 這是一個世代上面 對於台灣美好未來的想像 你問問你年輕的助理 他期待怎麼樣的台灣 是他被迫只能寫的稿子上面的那一種台灣 還是說 可以自由自在跟愛的人結婚的台灣 你問他說 你要我繼續念 你給我的稿子 還是你要告訴我 在第四條 要不要支持讓相愛的人就可以結婚 我相信大家的答案都很清楚 所以我要再一次呼籲 所有跨黨派的委員們 我再一次說 你把人家交給你的法案放旁邊 把有人不得不寫的發言稿也放旁邊 好好的想一下 可以投下怎麼樣的票 我相信會有很多溫暖圍繞著你們 而我相信最後 賴委員 你那位三等親的同姓伴侶 登記結婚之後的這個婚宴啊 我們所有的同事都會去跟你祝福啊 所有的同事都會去給他們祝福 一定幸福 我相信他在大家的祝福之下 一定會非常幸福 謝謝 謝謝林委員 所有登記 發言的委員 均以發言完畢 現在進行處理 現有民進黨黨團 在修正動議